賴門好 你好 相關的單位今天有提供報告的那幾位長官一起好嗎 幾個單位 有五個財政部 有法務部 還有國話會 財政部 國發會 國發會一起好嗎 還有國發會是檔案局 時間先這個不計好 呃 人群 國家人權籌備處嗎 國家人權籌備處嗎 國務館 那個 後面長官快點 中山健健康管理處 他就送我時間 我請教各位長官 要做到處轉會的任務 他講四大任務 裡面包括檔產啊檔案啊什麼之類 遺址問題等等的 照你們的報告裡面 我看了報告都有談到一個問題喔 跟現在的法律有進何問題 對 對吧 所以要不要每一位講一下 你們贊不贊成就是說 設這個來處理還是說 現有的法律架構就可以修過法 就可以處理了來 一個一個講 法務部 法務部來 以目前的狀況 我認為是現有的法律應該也可以處理 好 謝謝 再下一位來 我想我們財政部是 主要是負責那個不當檔產的處理 我想也不當檔產處理條例也在立法院審議當中 那你就可以處理 下一位來請 我是中正紀念堂 我想這個也是現有條理政策就可以處理 政策可以處理好 再一位長官來 我是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現在兩個園區的保存 事實上也依文治法跟相關規定 文治法跟相關規定 都在處理當中 都在保存 沒有治愛不行 來再來 最後一位長官來 您是布公了嗎 那請 我是檔案管理局 因為我們那個行政院已經提出 檔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對於那個政治檔案的應用 有強化的一些條文 我們很希望說 而且這個修正案現在已經在這個 那個法過了其實不需要這個 對我們會希望說 能夠在這個專法跟專章 專法專章來處理 當中來這個尋求一個共識 好 謝謝委會長官請回 秘書長 所以我是這樣看 你要轉行政令 你要多轉幾次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轉了這個 之所以我們提出這麼大的音量要反對 就是在於 他成立一個常設機關 秘書長你大概來這裡 你應該學學羅因學 該講什麼就講出來 明明你的報告寫的 不符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 譯詞 譯詞 就是違憲不然這個叫什麼 這個 這不叫違憲叫什麼 違反憲法的規定 違反憲法的譯詞 事實下你也說違憲 公開的不敢說 沒有有那個疑慮而已 你要講違憲 大概比較 最少你要講有違憲之餘 有這個疑慮 你同意嗎 有違憲之餘 最少我們講起來最保守的話 應該這樣講 有違憲之餘 因為第三條第三項 講得這麼清楚 國家的機關的職權設立程序 總而言 總而言 要以法例為基準 為準則性的規定 另外一個法叫做 組織基準法第三十二條 講得很清楚 我們的獨立機關 就是不能超過三個 三個 那我們本法 他很天才 他也知道這一條 他也知道他自己亂搞 所以第二條裡面就想得很清楚 排除啦 排除不適用 這個呢 這最大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有個單位 剛才相關的單位都說 現有法律架構框框都可以處理 而且剛才我看很多民進黨的先進都在講 黨產這裡怎麼樣那裡怎麼樣 趕快處理啊 我們黨團已經公開宣布啦 除了這些黨工的權力照顧以外 我們其他都通通捐啊 我們都已經公開宣布啦 對不對 趕快處理啊 到現在黨產現在也不處理 趕快處理啊 請陳其邁文就趕快排一排趕快處理 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但是同樣的 那裡面條文跟這裡條文 一樣 他可以處理但是有一個 就變成說 行政院底下設一個委員會 這個東西就很大 這個不夠大 這個叫憲政怪獸 你同意嗎秘書長 所以行政院的立場是 這個叫憲政怪獸 所以行政院的立場 不認為要成立這樣一個機關嗎 好各位各位長官各位看官看 你看第八條他怎麼講 第八條就是出傳會設九人 行政院長提名立法院的同意任命 各位 這是多麼偉大的機構啊 我們全憲政機關裡面 有幾個機關是經過立法院同意了 檢查委員 檢查院長 考試委員 考試院長 司法官的大法官 對不對 和司法院長副院長 再來呢 還有什麼 NCC的人士 比較降一級的是NCC的人士 公平會的人士 就這樣子 獨立機關基本上 要經過立法院 經過立法院 他是很強的民意技術在那裡 多麼重要的一個單位 結果這個單位 我也很少看到說 我們請問你啊 哪一位可以回答我們啊 我們哪一個單位 行使立法院的同意權之後 裡面的委員是part time的 有沒有 他可以part time的 各位 中選會 part time的 中選會沒什麼事可以做啊 這個委員會 事情很多啊 這個委員會很 很忙的啊 不撒撒 每天要算一算啊 這個全部的台灣的講公同校有幾座啊 要猜一猜啊 真理啊 猜一猜啊 不夠忙啊 是不是 所以你這麼高的位置 經過立法院同意 這位置非常高喔 非常高喔 這一個常設機構 這個不是行政院的擴權自衛是什麼 行政院就是 我們就不了解啊 真的 蔡總統已經有幾千個 五千個以上 有人說六千個 有人說七千個 位置可以塞人啊 要做官的人太多啦 不夠塞啊 多創造幾個位置出來吧 創造九個位置 講起來 講什麼 很悲哀了 我們是號稱 都說我們是儲權國家 我們是法治國家 怎麼到現在為止 已經 已經 政黨輪替這麼多次了 民進黨只剩過八年了 到現在還在想這個東西 還在想這個東西 就是 剛才相關的長官都講了 現有的機制都可以處理啊 四大方面去修法 不當單純就處理啦 已經在處理啦 檔案法去處理啦 相關的都去處理啦 為什麼搞這個東西 就要把它整合起來 幹什麼 顯示偉大 這個總統一來總是要做一點事情啊 原來的主改不夠 我們好不容易主改把行政院 37個單位 把它降為29個單位 已經吃奶率全部死上了 你現在一來呼 又加一個 我保證這個只要一過順利通過的話 會再加一個出來 另外又什麼原因又再跑一個出來 一個一個一直出來 台灣的行政院就不知道會多大啦 這個是很可怕的事情啦 來 你請回 我請教一下 法務部跟司法院的長官好不好 法務部的參事 李參事 法務部李參事 司法院的民事廳 行事廳的長官一起吧 兩位一起 司法院 司法院沒有是吧 民事廳的代表在隔壁的 好啦好啦 沒關係他們在隔壁休息 慢慢來 沒關係 因為今天練習的人員比較多 好 有幾位在隔壁 這個我不 我的時間沒有啦 不是還延長兩分鐘沒有啦 沒有 沒有延長 好對不起那 那我把這問題講完齁 好 請問三位的司法專家 你們都是司法專家齁 比如說我們財產之間彼此有糾紛啦 我告你你告我 最後三審定念 我不除氣 我有什麼辦法請問 有沒有什麼辦法 有沒有 如果 委員好 如果是屬於民事權力的糾葛 那這個部分呢就是現行 三審定念 我有什麼能做什麼事 現行的訴訟法的規定呢 是可以透過再審制度來究竟 再審制度 怎麼樣可以再審 再審他要符合民事法再審室由的規定 同時呢再審他有一定期間 刑事的部分 刑事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容許我們刑事廳的許法官來做補充 好請 好請許法官 來 快點我時間在那裡 不要緊張時間 來來 委員好 那個刑事的部分當然還是要有在審的室友 你要推翻一個確定判決當然還是要有在審的室友 好 你知道嗎各位看官喔看一看喔 我們這個版本都天才 司法界的長官先進門都說 三審定念輸了 可以再審找新的證據 我們這裡不是耶 輸了以後 輸了以後怎麼樣 我成立一個單位把你幹掉 變成這樣啊 現在給老北京的picture就是這個 跟這個跟所謂黨 我再講一遍喔 我們黨團是不要黨產的 先再講一遍 不要黨產 怎麼處理我們都可以 先講清楚 就是捐給社會公益什麼都可以 但是 跟國民黨在告訴了 來我就成立一個委員會清算 變成這樣啦 這跟民主法治國家 標榜的民主法治 落差實在太大了 這是我覺得這個法 真的大家要非常慎重 大家都在寫歷史喔 人生苦短喔 在立法院時間 再怎麼樣也會離開了喔 但是不要給自己做太多壞事了 謝謝 好 各位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林常佐委員 時間八分鐘 呃 剛才主席 剛才那個賴委員請的各個單位 也請再麻煩一下 所有提書面報告的各個機關單位 麻煩請代表上台 包括秘書長 包括司法院兩位法官 非常緊張